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特意來到明洞 超久沒來明洞 話說早幾天在看新聞 見到明洞 UNICO 竟然要撿了 所以就想帶大家來看看明洞的狀況 是什麼情況 明洞這間UNICO 是2011年開的 其實很大間 我平時都很喜歡這間UNICO買東西 足足十年了 1月31日就會 結業 現在是12月7日 差不多12點 現在氣溫是6度 這間其實也是在 當眼位置 觀光客也會認得他 很久以前賣零食 而這間LIFEWARK 開了6個月 小遍 一到國中 蔡總統 四國萝 thành 월 尹 全哈 adors Tony Money其實現在在打一個超大的官司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韓國的化妝品店 其實大部分都是用一個加盟的形式 就像咖啡店一樣 所以其實本身他們都是不同的老闆 Tony Money其實在明洞有很多間 總公司就覺得疫情這麼嚴重 生意不太好 不如我們總公司自己做回 回收店舖 但誰知道回收了之後 才發現原來Tony Money 是有整年沒有交過租的 而總公司是不知道這件事 就向這些店舖來追溯 但總公司外來的店舖就說 店舖都交回給你 所以我們不會再負責 所以現在就在打一個超大的官司 所以我覺得無論是店舖 那些老闆們也很慘 總之其實也很慘 好了 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Isa 其實韓國首爾有很多Isa 但這間明洞店 真的最多人看到的是 由招牌到尾的 說之前遊客還可以入關的 其實現在韓國爆發了這麼多次疫情之後 都很好奇他們生意如何 我剛才已經在這裡觀察了一陣子 都有一些客人的 但是已經再見不到以前的那種面貌 以我所知其實他們本身是有六個職員 但現在我們是看到有兩個職員 我覺得他們應該在這個疫情期間 都熬得很辛苦 你好 今天很辛苦 今天很辛苦 對 對 對 所以我一直在做的工作 所以我一直在做的工作 所以我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我都很累 你工作了多少年 我现在有年了 六年了 我现在要继续持住 所以我必须要去这种地区 我认为你会担心的事情 我会担心的事情 我会担心的事情 我喜欢一些人的 我会担心的 我会担心的 所以我会担心的 Kiki 韦表支持刚才买了你吃 因为他也有蹦蹭 他有蹦蹭我那个 那个Isaac Toast 其实在韩国的导致叫做Isaac Toast 他们主要的客群都是游客 多数就是华语圈或者日本的客人是最多的 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为什么 为什么偏平明洞这一家Isaac 才会由朝到晚都充满观光客 我都有问到乙母 但刚才收音太早 我就在这里再告诉大家 其实一样都是加盟店 所以每一个老板都是不同的 他就说因为这家店已经做了十年了 十年真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 虽然面包材料 recipe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好像煮饭一样 其实你同一样的材料 餐厅的大厨主 和你普通的家自己炒 其实味道也会有很大分别 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吸引到这么多游客 这家 收拾了 还在这里 什么都叫做 这个Almond 上天买过 我买得超厉害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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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尖德 明洞2号店 超多游客都会过来 我当时做游客的时候 我也有过来吃 唉 现在 就变成回憶了 你好 刚刚都看了 2小时前的确震者是6月15名 那已经连续2天 都是超过600 所以现在政府就打算 12月8日 就是明天 就会提供到2.5的防疫措施 韩国有5个阶段的就是1,1.5 2,2.5和3 那现在4,500名就是2.5 但是有专家推定 可能未来这两个月有机会会升到800至1000 那如果去那时候就会变成3 那现在就是50人以上的聚会是禁止 那如果变成3的时候 就会是10人以上的聚会 就会全部禁止 这个公共资金全部都会不开 那到时 可能我们的生活就更加有规限 那之后呢 现在这个Sky Park Hotel 因为我知道很多游客过来都会住这间 但现在它被选为了这个隔离酒店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来韩国 可以选这一间做隔离 刚刚剪完一段影片在想 因为现在韩国大部分的人 住在哪一区 其实都跟他们的职场有关 大部分的人 多数都是选择会住在近工作 就是方便上班的地方 但现在因为肺炎的关系 其实很多公司都有转了做work from home 公司一开始会觉得 是个人要在公司上班才会有工作效率 但现在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 都试过在家工作之后 其实发觉工作效率未必差 所以都有颠覆了很多人的思想 那如果在家工作是对工作效率没有影响的话 到时其实是不是有需要住在公司的附近呢 因为其实如果说回首尔 首尔是一个房价很贵的地方 所以大部分人尽量可能的话 都会选择首尔更加的 因为其实一离开首尔少少 房价值得低很多之余 因为人口密度少了 空气又更加好 而且跟这个价钱屋租 可能这家屋是大了一倍的 因为说现在首尔的房价是 一个20平的单位 可能要7亿或者8亿 当然肯定区里 如果你有江南 可能更加贵 我之前看过一栋楼 是在麻袍站 半年前看的时候还没建好 但当时地产跟我说是20亿 那单位好像是30平左右 但如果你说首尔更加 或者其他更加香港的地方 7亿8亿 你可能可以买到一个房子 整栋豪宅 这样给你住 都可以 可能4亿5亿 然后可能包起家具 超漂亮的装修给你 可能有一个超大的前后快院 然后你可能有三四只狗子 可以跑来跑去 然后又可以做一个迷你的游乐场 给小朋友这样玩 是超夸张 很捨意的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看韩国 有些看楼节目 然后我整天看到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夸张呢 这个房价 我自己内心都有少少羡慕 还有都有心动 想搬离开首尔 其实现在我也有两个朋友 住人村 一个住重渡 一个住青楼 他们两个都不停大赞 这些新都市有多好 有多好 房子大 空气清新 环境幽静 没什么人 然后生活的所有设施配套 那些是齐全 就是比较起手意的话 一定是整个品质是会高很多的 然后因为肺炎关系 小店捱不住 越执越多 大财团大牌子呢 又一直继续开 到时会不会做到整个环境 可能每个区 都是同一样的牌子 已经没有了一些区内的小店特色 可能吃的又一样 甚至乎些人都可能 习惯了不出街吃的 全部都是在家里煮 或者叫外卖 但是这些外卖 可能全部都是大brand 所以最终那些人会不会选择 离开手意这么贵的城市 选择物价低一点的 手意更加 或者其他更加乡下的地方呢 忽然间有的一个想法 不知大家的想法是如何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和讨论 那好吧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大家小心身体 我听说香港现在都是停货 然后用6点之后 都是不可以堂食 其实情况和手意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那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终于今天的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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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